我用了 我用了 其实我用了 觉得他们都在说 open 很简单 哥哥的朋友 阿屋怒着我哥哥的头 已经一个礼拜 不过哥哥不知道 第一次发现阿屋 是某一日的早上 哥哥吃早餐那时候 因为爸爸又忘记 做炒蛋给他吃 于是 哥哥发脾气 然后阿屋就莫名奇妙地 出现起哥哥身后 你又忘记做炒蛋了 哥哥向爸爸抱怨 哎呀不好意思 阿仔 明天做回给你了 爸爸说 又明天 哥哥说完之后 一块黑色的乌云 慢慢在他身后浮现 起初 我以为自己眼花 怎知 据完眼一望 旧云都还在 还要多了眼以口鼻 不过 不过 除了我之外 我身边的人 似乎都看不到 包括哥哥 因为他外表黑色 所以我改他的名叫阿屋 阿屋的神情 是长时间都 继续这么生气的 由那天起 哥哥的样子 都跟阿屋一样 无时无刻都生气爆爆 无论我做些什么 哄他都好 他都是哄都不笑 哥哥 过来一起玩呀 我砌了条火车鬼呀 你自己玩啦 哥哥回应得好冷漠 之后 我又拿了两个芒果 放起对眼里扮超人 想着趁哥哥经过那阵吓他 芒果超人来了 我跳出来大叫 一点都不好笑咯 哥哥望了一眼就走开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阿屋仍然衣服在他身上 还好似越来越大 我现在自经觉 哥哥不开心的元凶就是阿屋 不过 不过 怎么才能赶走阿屋呢 为了令哥哥有番笑容 我暗中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他新朋友阿屋的反应 好彩的是 似乎不止我一个人察觉到哥哥的意样 有一天 妈妈叫了哥哥去跟他聊天 阿屋 妈妈知道你最近不是几开心 妈妈很温柔地说 我 你整天屈起间房里 就肯是不开心啦 出去吸一下新鲜空气啦 会开心点的 其实 哥哥正想继续 不过 好快又被妈妈打断 妈妈说 看开点啦 哥哥听完妈妈的安慰 不但只没有开心到 反而令阿屋变得更健碩了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阿屋会出现的原因啦 我走入哥哥间房 见到哥哥垂头喪气地躺在床上 我鼓起勇气问他 哥哥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不怕跟我说啊 哥哥望了我一眼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我会让他坐在床上 我坐在床上 有专业意见你 不过 我好愿意听你谈调 过了一阵 哥哥先慢慢转回身 看着我 这个时候 我留意到 他身上的阿乌 开始缩细 我就知道我的想法没错 要令阿乌消失 最佳方法就是理解和聆听 哥哥慢慢坐回直个人 然后开始滋滋呜呜地 吐出他的心底话 包括令他不开心的主要原因 不是爸爸没弄炒蛋 而是他觉得没有人真正聆听过他的声音 随着哥哥越来越闯开的心扉 阿乌都越来越小 最后消失 哥哥终于有回狗围的笑容了 阿乌终于走了 我好开心地跟哥哥说 阿乌? 哪个阿乌呀? 哥哥一念黑人问号 你个朋友仔呀 我个朋友仔? 不就是你咯 好了 那我们一起去砌火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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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mindfulness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